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追踪办的指挥官 有的紧密接触者不愿合作 故意隐瞒 不接电话 也有人忘了自己的去向 更有少数族裔和外用群体 语言不通等障碍 为了追溯出完整的传播链 追踪办同事往往需要不眠不休 使出滚身泄疏 但是当中的困难就是 因为它涵盖了太多紧密接触者 在社会各个阶层 你会发现有很多人是不合作的 有很多人是讲假资料的 有人是拖延的 那怎样可以令到 最终我们拿到个故事的真相 整件事串联到由哪一个传给哪个 这个当中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 但是我又看到 原来大家是恕而不捨的精神就可以了 不要怕困难 你一个专门打电话去问电话 是查问的士公司 有没有接触过这个乘客 另外也有人专门写信 或者是跟公司去聊天 人事报究竟怎么可以拿到这个资料 他们又有去打电话去找 也都有试过去公司门口等的 我们都会做的 此前在香港警队负责人事服务 及职员关系科退休后的吴淑芬 一直有义务参加抗议工作 自香港爆发疫情以来 吴淑芬多次参与 包括设立隔离营 联络佩戴手环的居家检疫者 设立位于启德的个案追踪办等工作 第五波疫情以来 他更是利用此前经验 投身于望角追踪办的设立过程中 协助统筹纪律部队人员追踪工作 谈及参与义工的初衷 吴淑芬回忆说 2019年修理风波期间 部分警员子女受到恶意滋扰 于是他决定成立一个义工队 护送警员的孩子们上下学 我是出了一个电话上的WhatsApp 就想招募一些同事 谁是志同道合的 可以用你的时间 去陪小朋友上学放学的呢 于是一大群人就各个报名 报了名之后就开始了这个工作 我想这个工作做了头三个礼拜左右 我们真的有些同事 只是出了一辆车 车同学回到学校 又等了他后来去放学 接他回家 出钱出力出时间 那时候我们很感动的 觉得虽然我们有很多同事 是退休 他们都立刻就响应了 所以那次又开始了我第一次 做这些所谓义工的召集人的身份 疫情当前不少和吴书芬一样的退休警员们走出家门 走上义工岗位 支援一线抗疫 从警犯生 从总警司到如今的义工召集人 吴书芬说时光流逝 身份转变之间不变的是那一份守护香港社会和市民的初心 变了就是可能我们做事的时候 没有以前那么有系统 但是到你做了义工之后 你一张纸一支笔 都是叫自己的 其实没有变的就是我们的心 我想警察有一样我都觉得很引以为 我们真的有那个心去服务市民 是为那个社会的安定 那这个心没有变的 那原来这些退休同事 为什么肯出来做义工呢 其实都是这一个心 我们下期再见